这起火警发生在基隆市安乐区 乐立三街的一处大型社区 起火建筑是17层楼的建筑物 并在6楼冒出火蛇 消防局出动21台消防车 跟40多名消防人员前往抢救与疏散 索性无人伤亡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到社区了解关心 目前起火原因仍待调查 市长也呼吁民众离开住家时 要特别注意耗电产品是否关闭 以保障个人安全 近期也将召集集合市住宅的主委 加强宣导防火议事将灾害降到最低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